第六百四十七集 燕鸣正身 楚飞龙一拍手兴奋得到 这不就是那块紫荆吗 咱们试一试 岂不就一切都是真相大白了 杨若兰脸色顿时寒冷如冰 公共和二弟的意思 是现在就取出这块紫荆玉 然后取这孩子的舌尖之血 燕鸣正身吗 楚飞龙诚恳的道 大嫂 小弟知道 这件事尾时是令你为难 大家都是有儿有女的人 孩子就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也能不心疼啊 休说是取舌尖之血 就算擦破一点皮肉 做父母的心中也是如同刀割啊 他顿了顿 继续苦口婆心的说 但现在 却是为了证实侄儿的身份呢 要知道 孩子从小到大 不管是身材面貌 都是变化万端 谁能知道 孩子长大后 就一定是什么模样呢 但不论如何 血脉总是变不了的 楚飞龙深深的吸了口气 神色突然间变得严肃庄重 若是大扫兴的过我 便由我亲手进行这件事 我自然会让侄儿的痛苦减轻到最低 这一点 我有把握 楚飞龙言辞恳切 声情并茂 真挚诚恳 声音中 那一股泉泉之意 让楚雄诚都为之动容 他捋着胡子 这话 有道理 我绝不同意 杨若兰厉声道 孩子现在正在昏迷中 如何能承受这般痛苦 再者 他的手紧紧握着紫荆玉随 根本取不出来 若要强行取出 除非将他的五指折断 这如何使得 他悲愤的道 孩子如此看重紫荆玉随 难道还不能证明吗 可何况 母子连心 我一见到他 就知道这是我的儿子 这一点 难道也做得假吗 楚雄诚老爷的手里胡须 南南说道 这话 也是有理 楚飞龙沉着的笑了笑 大嫂过滤了 而且也严重了 飞龙何德何能 敢质疑大嫂啊 不过 大嫂 将心比心之下 你丢失了孩子 已经十八年半了 这么漫长的时间 你说见到一个孩子 就说是你儿子 这乃是母子天性 他苦笑着摊摊手 然后就非要让家族诚意 这 未免有些儿戏了吧 他停了停 立刻说下去 再说 取舌尖之血 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细针一次 甚至还未察觉 就已经完工了 至于他的手指嘛 楚飞龙皱皱眉 用一种慷慨激昂的生意道 男子汉大丈夫 生在乱世江湖 谁又能不流血啊 谁又能不受伤呢 为了几块紫经白经 还能打个天翻地覆 失衡遍严呢 更何况 一个大家族的继承人 这种重大事情了 区区五根手指 却能证明血脉渊源 纵然折断又能如何 更何况 这种伤势 也并非是不可恢复啊 我楚家有的是灵丹尿药 只要证实乃是大侄 不仅是治疗伤势 而且家族的资源 还要全力供应他修炼 期待他早日有所成就 光宗耀祖 但若事实证明 他不是我楚家血脉 那么五根手指 又算什么 他冷笑一声 不仅是五根手指 到那时 就连他身上其他的骨头 也要一一的敲碎了什么 究竟是谁出的这种 不会吹灰之力 就能覆灭我楚家的 段子绝孙的主意 楚飞灵和楚飞烟 早就已经悄悄进门 此刻都在听着这番话 不得不说 楚飞龙这番话 入情入理 从大处小处 长处短处 远处近处 进阶思虑了一遍 可说无懈可击 楚飞烟是认得楚阳的 但此刻 楚飞龙和杨若兰 楚雄城 三个人遮得 严严实实 根本就看不到 此刻听到 楚飞龙这番话 不由得赞同 二哥这话 有些道理 楚飞龙豁然转头 向他怒目而视 杨若兰一声冷笑 断然道 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是不同意 这是我儿子 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我跟谁拼命 楚雄城老爷子为难的皱皱眉 洛兰啊 你看这事 既然你如此有把握 也只不过 燕鸣正身而已嘛 难道 我楚家子孙 我们自己居然 连燕鸣正身的权利 也没有啊 杨若兰默然道 燕鸣正身是要的 但不是现在 现在 若非要燕鸣正身 那就需要掰断 我儿子的五根手指头 我绝不允许 如若非要燕鸣正身 那好 等我儿子醒过来 楚飞龙目光一闪 音声道 若是他醒不过来呢 那就等 杨若兰斩惊解铁 他什么时候醒过来 就算什么时候 哼 大嫂 你如此拖延时间 却又是何用意啊 须知 时间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一个时辰就可以覆灭一个家族 三天三夜 足以改朝换代啊 大嫂 时间拖下去 焰之危机何在 这句话说出来 楚雄城 楚飞烟 也为之悚然动容 此刻 楚家虽然是平沙岭三大势力之一 但现在不知为何 三大势力暗潮汹涌 与以往截然不同 听说因为九节建筑的事情 高层世家又有部署 平沙岭下一步的趋势 恐怕只有统一 在这种时候 三大势家都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楚飞灵夫妇找回了儿子 天下焉有这么巧的事情 楚飞龙脸色沉重 忧患 心中却暗暗冷笑 杨若兰已经有一只脚 踩进了自己的陷阱里面 他得知消息之后 表面上暗兵不动 却暗地里开点调查 对于楚洋手握紫荆玉随 紧紧不放的事情 很快就知道了 所以他亲身前来 见到楚洋手里握着紫荆玉随的样子 就更加拿顶了主意 实际上他一见到楚洋 见到他与自己大哥年轻时候 几乎相差无几的面貌 就已经确定 这是真的 但他却不能承认 非但不能承认 而且在这个时候 正是打击楚飞灵的重要时机 一旦错过 恐怕终生后悔啊 只要将杨若兰机的 带着儿子离开楚家 楚飞灵的岳父家这条强力壁吧 就等于是半废掉 所以他才一力地坚持 眼明正身 他明白什么叫做慈母之心 失踪了十八年的儿子 回到身边 又是昏迷不醒 有哪个母亲如此狠心 在这种时候 折断孩子的五根手指 眼明正身呢 那是死也不肯的 所以 只要你不肯 我就有办法 杨若兰冷冷地 决然地倒 不管如何 谁敢送我儿子 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楚飞灵浑身一震 哑声道 若兰 杨若兰一偏头 倔强地不理 楚飞龙摇摇头 叹口气 突然目光一亮 低声道 大嫂 这件事 不会就是你们杨家安排的吧 一言出口 内室之中一片寂静 杨若兰眼睛眯了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 楚飞龙塌了口气 这乃是我楚家千秋万事的事情 大嫂 你为何一意阻拦 他突然有些悲愤 大嫂 你是何居心 你一口咬定 这就是你儿子 我们要燕明正身 保证血脉纯洁 你居然又是横加阻挠 甚至只是单纯的一个小小的燕明正身 居然以命相邪 楚飞龙摇头叹气 脸色沉重 我真的不想怀疑你 大嫂 这么一说 楚雄成和楚飞烟都低下了头去 楚飞龙的话 入情入理 严丝合缝 不由得让人心中不多想 在男人们看来 就算是卸掉一条膀子 能够证明清白 也是在所不惜的事情 更何况只是五根手指头了 在江湖上亡命迭血 在场的哪一个 没有付出过 比这五根手指头更重的伤势 楚家能够屹立在上三天 不要说五根手指头 死的人又有多少 可他们却没有体会到 当着一个母亲的面 把他亏欠了十八年的儿子 生生折断五根手指头 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而楚飞龙就是利用了 江湖人的铁血 不在乎 和一个心中有着浓浓的 愧疚的母亲的心情 他算定了杨若兰 就算是自己死掉 也不会允许任何人 动自己儿子的一根寒毛 所以他才肆无忌惮地挑唆 而且是以一副忠义的样子 名正言顺地逼迫 楚飞龙 你过分了 楚飞龙一步踏前 大怒道 你竟敢跟你大嫂这么讲话 对不起大哥 楚飞龙一脸的沉重无奈 请您相信我 我比任何人都不想怀疑大嫂 可是你依然在怀疑 你大嫂的话 你不信 可我的话 你信吗 我说了 这就是我儿子 唯一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楚家亏欠了十八年的后人 够了吗 不够 楚飞龙挺直了腰杆 坦荡的道 大哥 我不是不相信您 只是我更相信舌尖之血 紫荆之魂 那才是自从出生就被认可的血脉 他目光中含着愧疚 大哥 我知道您和大嫂舍不得 可是这种事情岂能儿戏 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啊 一旦若是真的有阴谋 那么我们楚家闹个笑话是小事 引发无穷的后患 突然令祖祖辈辈 蝶血牺牲打下的江山拱手送人 才是大事啊 说到这儿 楚飞龙满面沉痛 突然站起身来 退后两步 整了整衣衫 直挺挺的跪了下去 大哥 请您为了我楚家千年基业 狠心一次 大嫂 就算二弟我今日不尽人情一次 求您拿出证据来 为了楚家 为了家族 为了子孙后代 更为了树代祖先的鲜血阴魂 楚飞龙直挺挺的跪着 眼中竟然有泪水滴落下来 他却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大哥 大嫂 请您 成全 楚飞龙这一跪 举坐皆经 楚雄城老爷子 看着自己二儿子的眼神 复杂之急 隐隐然 有些泪光闪动 还有一丝欣慰 男儿 膝下有黄金 若非是被逼到了极处 楚飞龙这位现在 楚氏家族的主氏人 岂能如此委屈求全到这种地步 竟然跪倒在地 可见 楚飞龙对自己家族乃是赤胆忠心 对血脉传承 更加是重视到了极处 楚家有如此子孙 足可告慰祖宗神灵 楚飞烟在一边站着 这个性格耿直的楚家老四 此刻也深深地被楚飞龙打动 忍不住道 大哥 楚飞龙一口钢牙几乎咬碎 楚飞龙打的什么主意 他心知肚明 他素来知道自己这个低亲二弟 阴险狡诈 做事无所不用其极 但却真的没有想到 楚飞龙他竟然能够做到如此地步 当着楚雄城 楚飞烟 楚飞龙这一跪 跪得楚飞龙没有半点脆落 第六百四十七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对应该继续收听